奥斯卡金像奖的刚刚颁奖结束 那华裔演员杨子琼呢 算是终于拿到最高荣耀 奥斯卡女主角 对 这个是有史也来的第一次 亚裔的华人的女明星得了 杨子琼恭喜她 那么在今天稍早之前 第95届奥斯卡于13号的早上 举行了颁奖典礼 此前呢 顺席全宇宙 就已经是一个大热门了 有11项的提名 那么在这个颁奖的结果 一个一个出炉之后 给大家的这种惊喜 真的是一波又一波 从一开始的最佳女配角 到最佳男配角 就是关机威长 非常像成龙的那位 他也是第一个夺得这个奖项的 越南裔的一个 其实也是华人的 对 华裔嘛 对对对 越南人的华裔的 这样的一个面孔 那么再一直到这个杨子琼 这么一路下来 最主要的是最佳影片也得了 最佳导演 最佳原创剧本 编剧 剪辑 好像是七项奖 对不对 哇 好厉害 所以他们最后全部都站上去 他们这个算是大赢家 奥斯卡的大赢家 往年奥斯卡大赢家 一般都是好莱坞的大片 耗资几个亿拍出来的片子 没想到这一次 但是这个居然有一群亚洲人 全部都万种 是的 那么这次的这个顺序全宇宙 它是由位于美国纽约的一个 小成本的电影制作公司叫A24 他们来这个拍摄制作的 对 早前有过一个叫做月光男孩的电影 也得了奥斯卡的那一年很多奖项 是这个A24拍的 还有看不见的房间等等吧 就是没有想到的是在疫情期间 就是他们几个年轻人在家里面 自己来进行各种制作的 这个剪辑的片子 最后居然获得了这么多的这个奖项 确实是非常难得的 对 当然这是一部喜剧片 但是呢 它完全颠覆大家过去 喜剧片的那种感觉 那当然呢 这个电影要自己去看 对 才能够感受 当然在每个地方的片子名称不一样 在中国叫做顺齐 顺齐全宇宙 全宇宙 香港叫做奇异女侠 顽旧宇宙 对不对 台湾怎么会翻妈的多重宇宙 因为她演的是一个妈妈 这个妈妈的身份 她进入到多重宇宙 妈妈的多重宇宙 新加坡叫天马行空 都很好听 但就一部片子 整体来讲呢 我想大概奥斯卡班完之后呢 电影院又要卸一波 新西兰现在正在演 对 那个大家如果不想看电影的话 看《中国艺文》这也可以 我在八个月以前 就已经介绍了 预告她要得奖 坦白讲 你看那时候她开始 所有在今年 从去年到今年 任何这个跟影展 她都拿奖 对 她这个是比较厉害的 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个点 就是电影拍出来之后 就参加各种各样的电影节 评选得奖 在这部顺息全宇宙之前 是《指环王3 王者归来》 是所有的电影当中 很少的 得奖最多的 大概有二百多三百多个提名得奖 然后现在顺息全宇宙 已经超越了《指环王》 好 各位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到我们Channel33 YouTube的网页上面呢 寻找周末一文字 那周末一文字上面寻找 关键字找谁 就找杜子琼 杜子琼 杜子琼 奥斯卡影后应该就可以找到 其实我会有一些就是大家如果要去看的话 就是虽然它是一个非常搞笑有趣充满着科幻感的这样的一个电影 但它的一些内核还是非常质朴的会回归到这个家庭啊 种族问题啊以及在美国生活的这个一代二代的这样的一些亚裔人群的生活 还是非常反普归贞的一个内核的 所以大家其实看一下的话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个共鸣的点在里面 对那杨子琼的演技呢毕竟来讲从卧虎藏龙啊到昂山树姬啊 我想很多人看过他的电影 大家都会觉得他确实有一种中国人那种内涵呢 能够在他的演技里面带出来 对早前大家会认为他是一个这个武打女星吗 对不对 他跟陈龙还演过戏啊 他对跟李连杰啊谁的最早都是打星 他就武侠那种 对对对他其实是最早是跳舞的 但后来因为脚扭伤了以后就不跳了 后来妈妈让他参加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华裔小姐的选美 他年轻时候好漂亮 他现在也很漂亮很有气质啊 这个是妈妈嘛 当年那个选美的时候哇跟现在啊差蛮多 然后他就一路走来就开始这个在电影当中不用替身 全部都是自己来这个出手来打 一路就全拼下来了这样也拼到好莱坞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是那真的值得大家去看的一部电影啊 那当然讲奥斯卡的颁奖当中呢 也看得出来只要就像他在致辞的时候说 各位只要努力当然就会有希望 对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一点啊 虽然我们这么多年在说 好莱坞有很多政治正确的东西 或者说有很多是你不喜欢的 但是都对每一个电影人来说 在得到奖的那一刻 他们都是那个兴奋啊 都是一于言表的 我今天看那个关机威就是最佳男配角 他得奖了以后他第一句话就说的是 他的妈妈已经84岁了 现在在家看电视他要给他的妈妈说 我拿到奥斯卡了 然后他说我的故事就像是一个 电影剧本里才有的 但是没有想到在生活当中发生了 你会感受到一点就是生活在美国的这些华人 或者是从事这个相关行业的人 他们还是非常希望得到这个好莱坞的 那样的内容 所以各位也可以去看看 哈